我們直接看人臉就好 一樣的Disney Plus 一樣的月費 一樣的畫面 你不講 我還以為有一個是看到版咧 你都要用投影機看了 當然是要看漂亮的啊 不然你就回去看手機就好啦 好了 做我的頻道沒收收的小鈴鐺 YK三星論 Daze 關注了 現在是後疫情時代 感覺大家都在加追劇 或是到山裡錄影 躲避人群 所以今天要帶大家一起 奔向大自然 呼喊原始的靈魂 到山裡追劇 噗蹦 今天就要來開這台 BenQ的LED行動投影機 GS50 一打開就有附贈專屬的收納袋 內容物油 GS50主機台 電源供應一顆 多國插頭電源線三條 搖空機一直 QS01幫幫一直爆開張 大概就是這樣 噗蹦 接著我們來看GS50本人 以及它的IO輸入端 這些插孔都統一集中在機身的一側 並且有一片防水防塵蓋 來做保護 必須來看這五個可以幹嘛吧 第一個是3.5mm音源輸出 看人家接喜歡的耳機還是揚聲器 只要是3.5mm都OK 第二個是現鎮最夯的USB-C 這個USB-C不只可以供電 它還是Display Port 是支援影像輸出的 這個我們等一下後面會示範 第三個是HDMI 它是2.0跟支援ARC輸出 第四個USB-A 讓你讀取你的USB-A老扣扣設備 最後一個這個開關呢 它是一個主機鍵盤鎖 開啟之後 主機上方這盤按鈕全部會被鎖起來 讓你戶外活動投影之中 防止喉希金娜的手肩 接著拿出剛剛開箱的QS01 棒棒 轉到主機的正上方 這邊有個蓋子打開之後 就讓QS01跟它來一場 見面5秒就有合體 合體之後 它就是自帶Android TV系統的 行動投影機了 全部提到這幾個輸入孔 一個都沒少 全部都還可以用 JS50的開箱大概就到這邊 最重要的當然是投影機本身的使用 講投影機我都會先講它的投影方面 講完再來講聲音的部分 因為通常這種行動投影機喇叭都會比較弱一點 但是這次不行啊 我們要Outdoor 我們要戶外活動 如果它的聲音不夠力 我豈不是還要再幫它帶一隻 大聲公 這樣不是很雅雅嗎 所以啦 我們必須先來聽看看 2.1升到20W的實力 這邊就要給我們的戶外連線記者 在外面做一段 GS50的實際播放 好 我是戶外連線記者 Benny Cole 我們來試試GS50戶外播放能力 這邊是一個公園 然後旁邊還有馬路 蠻吵的 我們直接撥個星際大戰看看 看心臟的貓咪 這我們家老大 你有沒有找貓咪 我想要有貓的視角 等一下 你們不要吵吵架 那些底彎絕對夠你們分的 小姐 你怎麼在這看蠻餅小新 剛那段就是GS50在戶外實際使用的部分 左右雙5W中高音 加上後方10W重低音揚聲器 那你可以聽到微妙的水流 落葉以及轟轟轟的爆炸聲 聽起來我覺得算不錯啦 假如這種行動投影機 平常給的音量是這樣的話 那GS50真的是給到非常大碗 確定是可能不用再幫它帶 大聲公了 讚 剛剛已經跟QS00小夥合體 所以我們開機之後 只要做一些簡單的設定 就可以下載自己習慣的影音串流APP了 Disney Plus HBO Go KKTV Program Video My Video 等等 基本操作以及設定都蠻簡單 在台遙控器上也都有快捷調整鍵 像是對焦 提琴校正 或者是模式的切換等等 遙控器也都有支援深控 接下來是我們本番的部分 必須來看看投影的表現 在這台官網上的介紹呢 它說 圖像模式傳達逼真的色彩 這一點呢 BenQ很主打 畢竟他們很專注在製作電視啊 螢幕啊 投影機等等 他們搶到自己的 專門的色彩實驗室 電影的導演 或是電影的剪接 都會使用BenQ的顯示器設備 就我自己看過的經驗來講 是覺得顏色上好像真的比較漂亮 但這些都是官方在講 跟我覺得好像是 這樣是不公平的 沒有一個說服力 所以在逼真色彩這部分呢 我們等一下再拿他牌的投影機 一起比較一下 究竟是否像官方吹的這麼強 我們先單獨看看 GS50這個投影的表現 你有看到這個 音樂長什麼樣子嗎 就是 他媽一個碰到小醫院 我要碰到個屁啊 飲食時間 突然 很難 為了 多謝 如果他們有學習 吃小小的 蜜蜜蜜蜜蜜 就算是好 GS50這台投影的亮度 是500ALMSI流米 而且他有支援 HDR 10 HLG的影像格式 有支援這格式的影片 亮部的地方會更亮 暗部的地方會更深 但是又能看清楚更多的氣質 色彩表現的能力會更好 看到這邊一定會有人說 欸我也是資深果農欸 我又不習慣 ALM做的TV 叫你媽這裡說 來 GS50不只支援Chromecast的投放 也支援AirPlay 啊真香 除此之外呢 剛剛有講到 側邊這個USB-C孔呢 它是Display Pro 它除了供電以外 也可以做影像的輸出 所以如果你的裝置 就是iPad或是MacBook 一樣可以一條Type-C 就把影像投放到大眼 還沒玩 LINE這個HDMI孔 是支援ARC 所以如果你加上LTV 你還可以連動你的HomePod 連HomePod都支援了 這樣給過嗎 資深果農們 客人完全是會因為 可以聲音回傳 用上HomePod這點就給過 好 投影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 其他一些補充的部分 這台重量是2.3公斤 機身的電池可以播放 2.5小時的串流影音 機身有IPX2的防波水 以及2.3英尺的防摔影 然後這台呢 它還有標榜低延遲輸入 代表適合拿來打電動的 況沒有特別標榜這點的投影機 在玩起來的時候就會發現 投影的畫面跟你搖晃的操作 是會有LAG的 而且是會LAG到你玩不下去 它還有智慧環境光調節 就透過機身上方這個光感音器 來偵測環境的光線 在明亮的場景 或是叫焊的場景 亮度自動調節 同時保持影像的高品質 更能在長時間觀看的時候 保護背眼睛 機身正面的底部 自帶15度可調節支架的小設計 另外我覺得比較小細節的地方是 這台機身以及遙控器上 需要拆下來的蓋子 都有自帶一條綁綁 讓你在戶外活動之中 防呆防望防遺失 貼心 會 這台也是只能透過移動機身 能調整投影畫面的大小 可以從30吋投到110吋 最理想的光感建議是80到100吋 這台還有支援側邊投影 可以擺在左右40度的地方來做投影 讓你在投影的時候 可以有更多擺放的選擇 不是Gini只能在正中間 也很想到這邊一定會有人說 欸這台是1080P 才500 ANSI流明 其他牌規格更高 還更便宜 CP值更高 接下來就是要來跟大家認真分析 投影機 真的 不要 只看 規格 CP值 這杯我們直接時機來比較 BenQ品牌 GS50 500 ANSI流明 1080P VS 他牌 700 ANSI流明 1080P 一樣環境 一樣內建的Android TV 一樣的片源 一樣預設的模式 播出來的差異 來這兩個方法 給大家比較一下 你把我拿到誰去殺了我 不 那就是你只會 你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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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會 你只會 我只會 你只會 我只會 你只會 規格檔 請圈出你們覺得硬體比較好 CP值比較高 看起來一定比較讚的那一台 接下來亮燈告訴你 誰是誰 誰是誰 你猜對了嗎 我們再拉回投影的畫面細部看一下 我們直接看人臉就好 你說不明顯 好 那我們換一出 一個是古衣法師 另一個是燒燙上的咕嚕 一樣的DISD Plus 一樣的月費 一樣的畫面 你不講 我還以為有一個是看到版咧 好啦 講得太誇張了 但是你們自己仔細看一下畫面 畫面色彩的精準度 銳利度 好看的程度 還有細節的表現 真的是一眼就有差距了 你都要用投影機看了 當然是要看漂亮的啊 不然你就回去看手機就好啦 不要真的只看規格高 價格低 就覺得這台CP值一定好 真的在買的時候 寧可優先考慮聽過的大品牌 不要去買一些規格漂亮 但實際投影起來超落賽的 講到品牌 順便再講一下GS50的寶固 它是全機燈泡三年寶 免費維修 免費倒數收送 大多他牌的投影機都保一年或是兩年 這台竟然保三年 請幫我送一塊成佛做主的扁兒給賓Q 好了 一樣GS50的優惠只有趁早秒 只要1990雷 而且只有250 如果錯過的話 上市之後的建議售價是23900 看完這影片立即下訂現賺4000元 如果你看到25次買25台的話 你就現省10萬元 更多GS50的詳細集 我已經幫你整理好 放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想要一次買25台現省10萬的 千萬不要錯過了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我是RUNA BEY YAK37RUNDES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我是戶外主播Bennyです 我們今天來請問GS50先生 如果不想上班要怎麼跟老闆請假 隨便找個理由 決定了就別回頭 決定了就別回頭 You got a really new 送得出去 送得出去 還要走 再送去 完成了